hello大家好是小河 欢迎咱们收看小河今天的视频 我们现在在菜市场这里 然后马来鸭 等会弄好之后就回去 我们现在吃点小吃先 胡姐太吃了哦 太吃了 新鲜猪炉的酱香饼 新鲜猪炉挺好吃的 它有点味道 对我也喜欢吃这个饼 味道真的很好啊 新鲜猪炉的 味道更好 那个凉皮是吧 好尝一下 开始吃货模式 而且我平时 那你吃这片炸片都是吃的 好随便逛一下 今天还好没那么热 没太咬 他问你 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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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药就好了 辣 辣 现在跟胡姐我们去这上买菜 回来要做那个盐水鸭是吧 嗯 然后又可以吃到你做的盐水鸭了 是的 是的 好久了 哎呀我们都有一年多不见了 差不多一年 又一年 你都变成老司机了 开车上路 应该去街上不演吧 嗯不演 刚好在我们厂旁边 厂旁边 我们在排队买这个酱香饼来吃 新鲜猪炉的啊 看着都有流口水了 啊这么多 我买了酱香饼 现在再买一些凉皮 等会再买一些其他菜 回去做饭吃 我看一下 我随便都可以随便都可以 我吃哪一种都可以了 都接受啊 尝试着吃各种不一样的美食 胡姐做大厨啊 做了盐水鸭 我就是不会做 嗯 你已经协会了很不错了 还炖了排骨汤 外面又下雨了滴滴答答 滴滴答答 然后我们等会就炒菜就吃饭 辛苦胡姐了 有啥要帮忙的不 我也会炒菜哦 不用 真的不用啊 那我就投篮去了 嗯 懒得来一次 这个已经好了是吗 对好了 已经好了 抹上盐就行了 抹上盐就可以了 需要给你写写出这个 全部是放盐啊 对 放盐 然后搞点面筋啊 抹上盐 搞点味精 对 这样子就有味啊 这个盐水鸭是比较出名的 我都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啊 你们这是在干嘛 书妹妹 吃糖不能跑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炒死了 姐姐姐 姐姐 吃糖的时候不要跑 等吃完糖先 吃完糖先 吃完糖先 然后我们准备吃饭了 辛苦 姐姐 跟我聊天聊聊糊的是吧 也不错了也不错 这样子更美味更香一点 哥哥快去洗手吃饭了 几个小屁孩还在房间那里 去把他们揪出来 喝点黄老鸡 下下火 哥哥好不好吃 还想吃什么菜我帮你夹 还想吃什么菜我帮你夹 嗯 可以了吃吧 他说可以了 要慢慢吃 好乖啊 已经吃过晚饭了 就在五姐家留宿一晚上 本来小和是想忙完工作的事情 去看望一下前妹妹 因为前妹妹在厦门 从泉州去厦门的话 也是一个多小时 就因为啊 特殊情况嘛 特殊情况有疫情 小和就没有去看望前妹妹了 然后就到朋友这边来 啊 跟朋友也有一年多没见面了 他是在南安 从泉州开车来的话不到一个小时 就在这边留宿一晚上啊 朋友也叫小和多晚几天 我想啊 怕有疫情的影响 所以小和就 啊 先回柳州 大孩子回柳州 因为妹妹跟小孩 都是小和最重要的人 所以先把小孩子送回柳州 之后 啊 再安排妹妹 再啊 坐火车送妹妹回去 因为到时候 他们都要上学开始了 不能影响他们 再次啊 小和再次感谢家门 对小和的支持 还要谢谢亲妹妹啊 啊 也是有了你们啊 有了你们的支持 才有了小和的今天 啊 这一次亲妹妹也帮了小和很多忙 也照顾到小和 照顾到孩子 还有阿伟 到之前小和去工作的时候 孩子都是阿伟 还有一个大姐 还有小妹他们帮我照顾的 啊 因为为什么我们选择晚上去海边玩呢 因为白天的气温太高了 40度以上啊 40度左右 太高了 去海边会很热的 啊 怕小孩子受不了 大人受不了 我记得我以前去海边玩的时候 晒的皮都脱了 所以就选择晚上大孩子去海边玩 然后在海边游了一下泳 啊 也会把孩子照顾好 这两天我爸也有给我打电话 他就问我在这边工作怎么样 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我就跟他讲啊 会尽快回去的 叫他们不用担心 所以小和就先把孩子送回 广西那边 再回家 再带妹妹回家 然后就是这样子吧 你不懂说什么 可能我拍视频有点紧张 可能说的话 会有很多很多重复的 真的会有些紧张啊 本来是这样子的 二哥跟二嫂表弟 他们本来是想去小和的老家玩的 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影响了 本来我也是计划说 既然二哥他们要去老家玩 我就先回我妈那边等他们 就是因为这个受到的影响 所以就改变了行程 先带孩子回广西 再后小和的手机库存 不是满了吗 满了拍的视频啊 还有之前的没有发布的 就要发布出去 不然的话就会存太满了 嗯 能拍的了发不出去 所以小和会发 两个库存的视频 在后家们买的东西啊 收到货之后 有任何质量问题 都可以联系小和 也可以联系门售后服务 谢谢家们的支持啊 然后我去看一下 几个小孩子在房间干什么 嗯 现在他们一般的小孩子 都在房间里面玩玩的 挺开心的 然后我刚才打红看了一下 回牛州的路程啊 有1100多公里 打红上面显示要差不多13个小时 所以小和就会选择在白天开车 反正开车视线比较好 然后精神也不要集中啊 就是慢慢的开回去嘛 也不着急 中途累了就休息 反正都有服务区嘛 去休息 然后带孩子吃东西 只要把孩子照顾好 就是这样子就行了 我之前从老家开车来的时候 一路都是下雨 打双赏都看不到车的 但是那时候看到这种状况 我肯定会是很安全啊 就是及时去服务区休息 所以想起来还回想着哦 当时开车来这边的时候 真的很累很累 就是一个姿势就是这样子 当时啊 当时到亲妹妹这边的时候 都没力气了 然后两边都是酸痛的 不过我两个小孩子真的很快 还还给小和按摩垂背 做了全身按摩 特别的舒服 那两个特别的懂事 也知道理解我的累 所以开车的时候 他们都是吃饱了就睡觉 不哭不闹真的很快很懂事啊 小和才这么放心的 一个人开一千多公里的路程 因为啊等等等等 可能做不到十全十美 可能做不到人人喜欢 我只能说做我自己 做我自己就好了 然后小和的视频就跟你讲 我们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然后回去的视频的话 再一步一步的更新 因为手机内层已经满了 因为手机内层已经满了